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 陆军第76集团军谋旅 组织了一场高原战备拉动 接到命令 官兵迅速请领武器装备 展开10公里战斗行军 指挥员分配战斗任务 明确战斗队形 展开情况处置 我们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 从难从严训练 提升训练之效 练就过瘾崩岭 目的是在高原环境下 挑战人员升起极限 提升高原整体作战能力 刚刚处置完特勤 岛条组又下达新的指令 官兵迅速前出成功夺空要点 此次拉动多个课目连贯实施 不断考验着官兵的心理素质 应变能力和专业技能 这次我们组织了节日战备拉动 不仅考验了战斗员的身体素质 还检验了班总协同训练的效果 这是火箭军谋旅 组织的一场暗夜条件下综合演练 官兵迅速集结进行物资装载 随后按预定方案 向任务地域进发 官兵驾驶车辆始终密林 灯火管制隐蔽伪装 无线电静默 一系列动作连贯进行 车辆在规定时间 到达预定地点展开速营 此时岛条客幕再次传来 部署地域即将遭敌精确打击 官兵立即撤收物资 向二号地域转移 演练中 这个旅还设置了 敌特袭扰 战场救护等客幕 提升官兵快速处置能力 这次演练是部队的一次 加刚退火 在真人岩石中 检验官兵日常战备训练成果 增强官兵危机意识 战备意识 有效提高了官兵的 应急反应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